應該是我不希望有任何女生比我還要特別 對你來說 如果他對待女生是另一種特別方式跟你不一樣 再也不行 再換一個情境 好像就可以耶 喔 大家 男生們 總結 怎麼會這樣真的是正面的平等 這樣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女生們 我教你一招 正常好讓男生氣死回生 好 我想聽 他就會慢慢的氣死回生 重新找上你 不然你可以租借我一天兩千塊 可以讓我男生很新喜歡 女生看到男生很快樂 會不會很不爽 對 我其實不知道這原理 我等等問一下 這原理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永遠都記得這個方程式 我今天害到不行 他就超級不爽到一個不行 所以如果今天是我們開心的狀態的話 是不是可以用最有效益的方式 就是讓他感受到好 那我覺得最有效益的方式 不是文字打什麼 寶貝我愛你喜歡你 因為這種文字只會重複 你下一次也是廢話的 你下一次也是寶貝 我在幹嘛囉 寶貝我在幹嘛囉 你習慣就跟你朋友出去 為什麼還要特意叫我寶貝 你一直是覺得我要生氣 所以你要端出寶貝兩個字 讓我記得你是寶貝這樣子嗎 對 我覺得這對 所以我就覺得寶貝這個詞 我會就別再用 因為一定會膩 一定會爛 所以我都用照片流 就用照片有畫面 他可以自己想像自己腦補 然後畫面看起來超正常 然後再加幾個 我這個畫面做的事情陳述 再補一個 他在幹嘛 你好奇他在幹嘛 我現在在那邊嗨喔 那我不忘你 不忘好奇你 對 要讓女生知道你就算在開心的時候 你心裡還是有他 Always in my heart man 但是其實男生們 我告訴你 我知道你的心態是交差了事 但我覺得光是交差了事 就不夠了 因為你願意交差了事 你有把它放在心裡 有些人連交差了事都不願意 都不會 不願意加不會 然後開始責怪對方 不要讓對方覺得 你只有無聊沒事的時候 才想要找他 你就算有聊有事的時候 你還是心裡有他 那我再問你一個 就是這問題還蠻常發生的 就是 你是會需要看男朋友手機的人嗎 我現在沒有男朋友的狀況下 我會覺得好像沒有必要 但是我第一任男友 我都會看手機 看手機的程度是指 今天他給你帳號密碼給你看 還是他連他的LINE的帳號密碼 還有IG的帳號密碼都要給你 對 我要全部都看得到 我才有安全感 那你會怎麼去跟他建立大家的公司 假設我是你男友 你會怎麼直接跟他公司講 還是你們間接一點點一點 欸這個我要想 不是 因為我們之前是會互相看 所以如果他要看我的 我覺得那就很理屬 當然他也要給我看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雙方都會知道彼此手機的密碼 那看了之後 你有比較安全感嗎 看了之後會 會喔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這是一個 蠻不健康的 而且其實 防不勝防 如果男生真的 有心不想讓你看到 他又知道你會看他的手機的話 其實他可以把訊息隱藏 還有人會用一招就是 平常時間 他都把這個女生封鎖 如果不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把他解除封鎖 跟那個女生聊聊聊 要不然之後再封鎖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因為就是有 聽過 對啊 會不會就是你本人吧 是嗎 這招是好用的嗎 沒有啦 這招超麻煩 真的很麻煩欸 超麻煩 你要封鎖 解鎖 封鎖解鎖 但我覺得 這技術很差欸 那你會看擁有手機嗎 呃 剛剛那話也延續 因為真正擁有手機權的 這手機誰買的 這帳號誰創的 都是我 所以 絕對放不上吧 所以我放還是這樣 我跟我另一半 我跟他的手機 是可以互相知道密碼 但是 小龍賴 不主動去看你 頂多什麼 我知道你的密碼原因是什麼 那好 今天 這個動物好可愛 我想要拍照 手機沒在身上 你的手機見我 你自然拿起密碼 嗨 你想要我幫你發現 那種坦可以 我直接點開 放你的心靈動態 但是我從來不會 心靈動態往右滑 我都往左滑 我確定是打開相機 就不會這樣打開訊息 因為我知道 打開訊息的時候 會胡思亂想 這樣子 真的有辦法讓女生得到 最大的安全感嗎 我以前覺得會 但我現在的心態 是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我只要看過一次之後 我抓過一次 然後每一次他回訊息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有鬼 然後等到你第二次 第三次 你真的沒有看到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是不是閃掉 就是我覺得那個疑神疑鬼 跟疑心病會越來越重 不會因為你看了手機之後 那個疑神疑鬼 跟疑心病變少了 那這樣要真的愛嗎 還是會想贏嗎 對 我覺得是有想贏的成分 所以當女朋友在一起 到最後疑心病病 移到最後變成是 我想贏的感覺 不是想贏你 我想要贏其他的女生 所以男生們 終究不是你的問題 其實是他們女生之間的對決 應該是我不希望 有任何女生比我還要特別 對你來說 那好 假設 情境在西方裡是這樣 如果他對那女生 是另一種特別方式 跟你不一樣 那你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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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努力在把每個妹 讓她有獨一無二的回憶也不行 不行 你是特別 你獨一無二 但是你不是只有對我特別 你對其他人都特別 但是只是不同的特別方式 再換一個情境 我對你就只有這個方式 但是我對三個人是一樣的方式 但是我對三個人是一樣的方式 好像是可以耶 哦 大家 男生們 總結 今天請你對你女朋友最特別 剩下的女生們 你要對她的方式要一樣 一樣特別 要一樣特別 要一樣特別 我們這樣真的是正面的頻道嗎 這樣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可是我覺得真的蠻有趣的現在 因為我剛剛是真的有認真地思考了一下 我剛剛問了之後 我也覺得好可疑 我就真的可以 對 當然還是會不開心 對 相較於前面兩者 一定會比較好一點 對 甚至你會看到她有在把妹啦 反正我真的好 但是她不會這樣對我用 因為對我的是真心 對 欸對 就是這樣子 欸 原來有新的結論 新結論 那好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喔 你出門你都會跟另一半報備嗎 就是你今天要去哪裡 哦 會啊 這算是最基本的 因為畢竟人都很想分享啦 那你最想分享的是給誰 你媽媽 你爸爸 你哥哥 你姐姐 不可能 你的好朋友 你好朋友誰管你今天中午吃什麼 欸好像是 就你的另一半啦 所以萬一你今天你的另一半不想分享 要嘛你是非常相當內向的 要嘛你非常認真在工作 要嘛 嗯 所以找不到人其實就是一個警訊 我覺得可以 算是一個警訊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就是可能有些女生就開始因為很常找到人就是會沒有安全感 然後就開始各種 你心病重 女生們 我教你一招 教你一招 真的 很好讓人生氣死回生 好我想聽 反向操作 你也不用理他 真的就不要毀了 不要命 不要再留他 你都這麼care 然後他完全不care 好像是 他很有錢嗎 難道你不能找到下一個很有錢嗎 難道你不能靠你自己嗎 難道只有他嗎 他連你都不放在他心上 他可能慌慌來給你時間給你錢 不要鬧了 他只是在騙騙你之間的感覺而已 那不如怎麼樣 你直接出去玩IG 存一個幾個不錯的照片 發給他看 就是發你建議 過得多快樂 男生多少 你會覺得奇怪 你沒有我 怎麼還有辦法這麼快樂 我不是 你最愛的哪一個 爸 他就會慢慢的起色回生 從今早上 不然你可以租借我一天兩千塊 才讓男生 神仙喜歡 下面留言 可是 可是好 我問你 因為女生通常都會有一個心態 是如果我都不理他 那他是不是就 之後就真的就再也都不會理我 這有可能啊 所以就是一個賭注是嗎 一個賭注啊 但是我覺得不用賭注來看吧 因為想過你是賭上你的人生嘛 什麼意思 你的賭注是賭注失去他 可是我的賭注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要浪費時間在他身上多久 你要賭這個嗎 連一個基本要去哪裡 做什麼事情 傳一張照片也不願意 你沒有幫你放在心上 可是女生很難去抽離這件事情 就是 對 我懂 辛苦你們了 因為你心還在他身上 而且會死心塌地 對 但是死心塌地 到最後對方根本 把你的心 不死一毛錢 對 會越死越不值錢 對 我剛剛有想到就是 他如果原本就對你沒心 那就算是 你一直去纏他 他也不會回來找你 沒錯 那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在他身上 因為他本來就不會來找你 對 這是一樣的結果 而且花更多時間 會更讓他確認一些事情 很煩 對 沒錯 男生最怕煩 男生很怕麻煩 你看男生的船主 出去錢包就那三樣 那你還要跟他講七八九十二三十 然後各種限制什麼 然後整天打電話什麼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會消磨的 就是你越煩 他越不想要來找你 安娜叮叮叮叮叮叮 安娜你要回家嗎 要什麼要什麼